台东北南乡26号举行全国射箭赛 吸引了各县市超过700位射手来报名参加 有感于乌二战火持续延烧 今年赛事主办单位特别以乌克兰国旗配色 特别制作一面黄蓝双色的和平靶指 期盼透过射箭仪式祈祷世界和平 也期盼乌二战事赶快落幕 秉气凝神瞄准放箭 神射手们场上切磋展现苦练成果 台东北南乡公所26号举行2022全国原住民射箭赛 来自各县市700多位射手齐聚一堂 以见会友交流箭术 不过仔细一瞧场上的拔指似乎藏有巧思 你要和平不要战争的一个主题 来呼应赶快让这个世界可以和平 好起功放箭 黄蓝双色的拔指写着yes和平 no战争标语 正面主办单位特制的和平拔指 以乌克兰国旗配色为灵感设计 宣告要和平不要战争 并借由起功仪式 让来宾持弓箭摄像拔指 象征世界和平 也欺负乌二战争能早日落幕 乌二战争的这件事情来凸显 也不会这件事情用射箭来为他们祈祷祈祈福 这个理想或许有点大 但是从小范围开始做起 慢慢去影响周边的人 我想一定会有很好的成效 第七届贝南湘全国射箭赛 吸引超过200支队伍报名参加 提供总奖金35万8千元 是国内奖金最高 也最盛大的传统弓箭赛 分为团体 个人长青青少年 以及神社手组 看着无恶战火持续延烧 选手透过射箭隔空祈福 为世界增添更多正能量 介绍大会贝南湘报道